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处借钱贷款 为了帮助弱势的孩子们 他成立书屋 陪伴照顾来自高风险家庭的儿童 孩子长大了 再开斗志所 让他们学得一技之长 帮助他们进入社会 用爱打造孩子们的成长堡垒 翻转许多偏乡和孩子的困境 这个爱的计划背后也有一段动人故事 他本身也来自破碎的担心家庭 了解各种的痛苦 所幸他遇上好老师 出社会遇到贵人 在他人生最无助 最失望的时候 有人向他伸出援手 让他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那份温度 那份情意 他永远忘不了 于是决定继续用生命影响生命 让这份爱延续下去 让台湾土地上的美好被更多人看见 我们家做豆花 但豆浆在下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泡泡 把泡泡撈掉 让它不会有太多的孔洞产生 然后让豆花做起来会更绵密 要让豆浆凝固 我们就需要凝固剂 那我们就是用盐乳 很天然的海盐 来做这个豆腐的凝固剂 那下去之后就要赶快把它做搅 充分地搅拌 让每一个豆浆都能够充分地跟盐乳去混合 那速度要很快 因为它一下就凝固了 我帮你搅拧 你去倒 豆制品保存困难 制作过程得和时间赛跑 林俊臣在一旁直到 一刻都不能疏忽 那现在温度都很高 要小心 坚持做无添加 然后希望让每一个原料 都能够做到最天然 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很难 这里面需要一些经验的判断 看看它到底什么时候快要凝固了 就要收手了 那我们就是用这种A级的大豆 来做我们的豆腐跟豆干豆浆 来 林俊 那每天就是要现泡 然后现煮 注重品质空管 香煮出香醇的滋味 它不断调整做浓度测试 8度味道不够 超过10度有过于浓厚 刚好10度是最合适的口感 那除了浓度以外 会测试它的风味 就是豆子的香气 还有它的浓度 就是你会感觉到 非常浓厚的豆香 还有豆子带出来的甜味 那就是我们来讲 就是很棒的豆浆 它旁边有黏住 所以要先把旁边四个边 都先把它割开了 好 从豆浆到豆皮 每一步都缓缓相扣 分秒必争 豆浆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那表面呢 如果遇到冷空气 蛋白质就会凝结 那就变成豆皮 那豆皮也是所有的豆制品里面 蛋白质含量最高的 走吧 小心喔 好 很敢在这边把它推过去 为了帮助台湾豆浓 同时让三峡的青少年 与二度就业妇女 喜得一技之长 林俊成决定成立豆制所 我们当时就是也认识了一些 返乡的青年 然后他们在中南部 种国产大豆 那时候遇到他们 遇到一个问题是 种了黄豆卖不出去 想说可以用什么方式 也可以帮助这一群豆浓 二方面也可以让我们长期陪伴的孩子 或者是他的家长 能够有工作就业的机会 你现在温度 下降的温度 96 然而完成没有任何食品背景 对食品生产管理更是一概不知 制作豆类产品 比他想象的还要难得多 我们又挑选了一个是 对于这些生菌 微生物是最敏感的产品 就是豆浆嘛 豆腐豆干 这些就是大量的植物性蛋白质 就是一没有处理好 或者是没有保存好 它就会坏掉 我自己也是要去研究 然后也去学习 所以自己也要去上课 现在在弄什么 我在弄豆子 在炒 刚下吗 刚下 我觉得可能要闷一下下 因为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是绿的 恩凯是豆治所的纸江师傅 也是林俊成一路 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这是我们 回来第一年代的第一批的学生 就很像自己的弟弟一样 小时候就是很活泼嘛 然后山上的孩子 对于科学的学习 就是比较没有兴趣 那我们透过 就是比较多元的方式 在带他们 那慢慢到了他国中高中 那其实一路上我们都是 都保持关系 然后联系 小学三年级 到现在恩凯二十四岁了 十几年的陪伴 让他转变不少 以前是一个很容易冲动的人 很常动不动就跟弟弟 哥哥弟弟打架 有所争执 甚至跟同班同学 那是俊哥教导一些就是 做事不可以这么冲动 那要三思而后行 凡事做什么都要稍微想一下 想一下后果 好 这几点 三千三十五 真的很强啊 几分 没关系啊 你就觉得他可能 他现在快到九又没到九 怀抱着回馈社会的热情 恩凯期盼 能将经验传递给更多孩子们 我想用俊哥教导我的方式 他给我的经验 让我再去教导小草苏那些人 就是让这些经验 跟感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管边旋转 OK 要到这样高度之后 蜜黑豆跟蜜黄豆 补在比较空的地方 要把它打散 小时候不爱读书 林俊成看见有成的聪明早熟 陪伴他成长与改变 从叛逆个性到独当一面担任储备店长 东西产品的效期 那为什么要看 就我刚刚说有没有及时 然后另一方面是 如果有出问题的话 才知道你有几批 同一个商品有几批效期 如果没有进阁的话 我可能就是到现在还在玩吧 但是就是因为遇到俊全 然后让我比同年龄的孩子 就是像我同学现在可能就是 也还在吃喝玩的这样 那我就是比别人早熟 比别人早熟熟 比别人早熟熟熟 起床了 你好像身材不会 我会 我真的是会学 我要停 我爱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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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视产业工作的林俊成 2005年 为了晚着面临倒闭的肥皂工厂 回到三峡接手家业 也让他看见社区面临儿哨问题 与文化凋零 想起自己成长过程并不顺遂 他下定决心放弃一年近五千万的收入 投入文创产业 陪伴这些高风险家庭的孩子 好像只有暑假的陪伴其实不太够 对于这些 比较辛苦的孩子来说 那我们就成立一个书屋 让这些在三峡各个学校的孩子 放学后能够回到书屋来 有一群老师 有一群志工 可以长期的陪伴照顾他们 透过每天的陪伴去调整 他的这些偏差的行为 观念 或是说有一些生活常规的建立 对我来讲除了赚钱以外 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些 对这个社区 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们把它拆开了 我先换一个蓝色 蓝色吗 把它拆开 把它拆开了 这样拆开 美感教育课 然后因为今天他们要做一朵花 给自己心爱的家人 你要送给我 你肯定吗 集思广义设计多元课程 除了课业之外 书在乎的更是培养孩子们的多元能力 这是一个翻转弱势家庭孩子的一些机会 我觉得课业只是一个管道 但不是唯一 那我们希望孩子培养更多元的能力 同时他能够改变自己 他也能够有利他的精神 未来也可以去帮助这个社会 或者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你是被 好那请问 讨论明年你们的圆梦计划是什么 没有 那他们今年是环岛 你们明年想干嘛 是想要上山下海 还是在陆地跑 下海 从小草到青草 每年国小毕业生 都会有一项圆梦计划 孩子们需要自己去规划与实践 假设他要去环岛 他环岛的路线他要怎么安排 那他要自己安排时速 要去订房 安排住宿 交通 在这过程里面 他们要自己去 募到环岛的旅费 但透过这样的一个培养 他们可以站在讲台上面 跟企业组说 我们为什么想要环岛 环岛对我们来讲 的意义是什么 你长大了 而且是高的也长 恒的也长 满香至今十多个年头了 陪伴过两百多个孩子 也曾因孩子的一句话 感到受伤 但他不灰心 勇爱花姐 有个孩子就说 俊哥又不是我的谁 干嘛管我那么多 那句话对我来讲 有一点受伤 但我听到那句话 我反而转了一个念 我跟孩子说 就因为我不是你的谁 我还陪伴你的时间 比你爸爸陪你的时间 还更多 那我更有资格告诉你 教你管你 有感于在人生旅程中 遇到许多的贵人 他想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 除了是念书的时候的老师 或者是出社会的时候的 这一些前辈 用时间也用生命 也来陪伴我 那我觉得 当我们回到社区来之后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陪伴社区的孩子 去陪伴这个社区 让这样的一些善 是在这个社会 持续去回动的 这几年 他积极与各地返乡青年交流 分享经验 用行动 让这份爱在台湾各地 开花结果 如果我们可以把偶能经验 社会界营运的模式 跟更多人分享 那或许未来 在台湾的其他乡镇 也可以有其他的小草树 也可以有其他愿意 在自己家乡卷起袖子来 耕耘打拼的青年 人生最大成就不是来自赚多少钱 而是如何发挥生命的价值 他谨记师傅许孝顺的一段话 他把每一个人的生命 用一个面包来比喻 可是我们多数的人 一直在追求这个面包的价格 但我们忽略掉 其实我们应该是用这个面包 用这个生命去创造价值 我觉得某种程度 对我来讲 那个最大的成就感 也有可能是 成为他人 重要的他人 就是掌声不够热情 再一次 他心中最大的愿望 就是期许孩子们 都能找到人生方向 孩子就像风筝一样 风筝想飞 我们就放箭 让他飞出去 但风筝飞累了想回来 我们就收线 就是放风筝的人 永远在这里 那希望孩子能够带着梦想 带着这几年陪伴的能力 他真的能够越高越 走过六千多个日子 林俊成依然在这里持续耕耘 用生命影响生命 用温度为社会带来更多温暖 只要愿意 没有不可能的事 继续来看这对夫妻也勇敢追梦 先生从事航海工作数十年 长时间在海上飘荡 吃点各国美食 心心念念的 还是太太亲手煮的牛肉面 夫妻俩在朋友鼓励下 开店卖面 并至于煮给家人的心情烹调 果真获得回响 太太还在店里头展示先生 从世界各地收藏来的航海仪器 犹如海事博物馆 他们希望鼓励年轻人 勇敢到海上去 为国家增添更多胜利举 手工面条配上牛髓汤头 与软嫩牛健心 一碗费心熬煮的牛肉面上桌 小一回家都会找着 带着老婆跟孩子 一起吃牛肉面 真的很夸张 他可以天天吃 一个礼拜每天都吃牛肉面 从喜爱吃到亲自研发烹调 成就这碗牛肉面的推手 是皇室夫妻的诚意与用心 每天一夜前的备料过程 从最基本的熬煮高汤开始做起 舍去过多的配料 只把足足八十公斤的 大骨与牛健心依序丢入锅中 因为我们从以前所吃牛肉面的经验 你如果要好吃的话 你真的要费心去熬煮 你才有那个大骨汤 你煮出来的牛肉面 那个汤底 才会很自然的鲜甜 为了饮出汤与肉的清甜滋味 加入高汤里的姜块 还必须煮一敲打 另外在豪迈的放进 自家栽种的三星葱 让高汤滋味更咸甘醇 因为我们家做的是 用我们喜欢吃 比较那个最天然的 最鲜甜的 不加其他东西 除了姜 主要就是姜跟葱而已 清一色用牛大骨制作的汤头 必须熬至至少16个小时以上 尽管目前已经驾轻就熟 想当初漫长且艰辛的烹煮过程 至今成为夫妻俩的 难忘回忆 因为这里是市场 刚开始的时候 常常会被惊醒 因为两个人睡在这边 又不能睡 那半夜要起来 看看火有没有熄掉 对不对 毕竟瓦斯漏是很危险的 随时你要 大概一个小时 在轮流密一下密一下 就要看那个火 接着大概快睡了 不好意思 那个卖猪肉的 猪肉摊 还有早餐店 他们都已经起来 开始动工了 对于烹煮牛面 有如此的热忱与执着 原来黄振荣 从读书时期开始 就相当热衷 今晚往后 在海上飘荡 环游世界 吃遍一国美食 最念念不忘的 还是台湾正宗 道地的牛肉面 只要我看台湾 大家都会去找自己喜欢吃的 那我一定去找牛肉面 而且高崇那边 牛肉面馆特别多 以前在那边待过一阵子 因为船几乎都靠那边 几乎都被我吃片了 回到家之后 都一定会先跟家人说 那你哪一家 改天我去吃看看 不只自己独享 回国后的短短假期 也一定带着老婆孩子 四处品尝 让太太黄淑芬起心动念 开始在牛肉面上钻研功夫 应该说也是有请教 就是以前开店的一些朋友 请大家帮我指导 也请了一些朋友 正在开店的朋友跟我们讲 比如说厨具 还有卤的那个份量 到底怎么去抓 就是用这样子 然后慢慢自己去练习 经过长时间熬煮的高汤 其中还练出了一小碗 香气十足的正宗牛油 则是受欢迎的红烧口味 骨髓熬出来的油 最自然的油 加上辣椒去爆出来之后 再去卤 我们就是用一个辣椒酱 去爆香而已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武器 而碗中的牛肉 挑选嫩中带有弹性的 牛腱心卤制 一条牛 那只有两个腱子心 左右隔一颗 因为牛腱的Q度 没有牛腱心 牛腱跟牛腱心 它那个里面都有很细的筋 牛腱心它的筋更多更细 Q度也更好 从大锅捞起卤制完成的牛腱心 得分工合作进行切制 当中分切的方式 则是顺着条纹肌理切成长条状 让顾客不只吃饱还要吃巧 一颗里面 把它拿片状 片状 大概切个三公分 它煮完之后 会变成剩一公分 片状 那你有没有觉得 你片状之后 等于把它 刚刚讲里面那个细筋 都 纹路都把它断掉 你直的话吃起来 很多人就喜欢吃那个Q弹感觉 你如果不要Q弹感觉 你就浪费了这个 剑子心的那个意义 太太清煮的牛肉面 总让黄振荣每次跑船回家后 一解思乡之情 更满足了口腹之欲 而这碗家里的好滋味 也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下 决定与更多人分享 我太太她会煮 也喜欢煮 那口味不见得 能够跟外面人家营业的相比 那只要我一回台湾 休息大概都两个月左右 那休息的时候 朋友都会来家里 大家聊聊天 聚聚会 那我们一定会煮牛肉面 那朋友久之久之 都觉得说 你太太煮牛肉面可以卖 开业以来 黄淑芬始终秉持 以煮给先生与孩子吃的心情 烹煮每一碗牛肉面 尽管觉得无法迎合大众 却希望只要吃得尽兴 就很感恩 我自己当妈妈的心态 我觉得煮一碗面 我只是想要呈现说 这碗面是你也刚好适合您的口味 所以我不是一个很商业化 我只找到一个同好 以分享推广的方式经营面馆 其实黄淑芬还隐藏着一个心愿 希望把多年来 先生在外打拼的航海知识 与仪器收藏 传递给爱好者 工部门 他们打开这家店的时候 这个楼层 它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六根柱子 一间厕所 然后我就心里面 我脑子一动 我就觉得 我就是想要老板那个东西 展示间里 摆放着黄振荣多年的珍藏 最多也是受瞩目的 则是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六分仪 用在迷航时 辅助确定位置方位的救助工具 它这个有反射镜 然后对着星星 外面如果星星太阳月亮 用这个看 这个是角度 你量的这个 就是星体 距离水平面那个湖高 为什么叫湖高 因为地球是圆形 晚上会测三颗星星 三颗星星的焦点 就是你的船位 你船上没有GPS 没有GPS的时候 就是要靠六分里 面馆不只有少见的航行器具 黄振荣还把走到惯喜市等处 加入了各项航海素材 令人犹如置身在海事博物馆 一探海洋面貌 你现在看到这个旗子 它就是国际信号旗 它是A到Z是长方形代表的 然后倒三角形的 那是数字0到9 然而黄淑芬在皮夹里 还放着当年先生寄回的信签 小小的纸张里 写满航海知识 以及思念之情 字里行间满满是丈夫对妻子的爱 这等于是两个彼此想要有讯息要接触 真的就是只能靠这个书信 然后以前也没这么方便 比如说要听台湾有哪些歌手流行音乐 我就会去卡带录给他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可能他这个时间到了回来 满旗回来了 可是信没收到 等到他又出去的时候 信才收到 那个会常常在南美洲 比较常出现这种状况 从海运工作转战餐饮业 皇室夫妻认真经营不怕挫折 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业绩下滑 面店却也在开业以来的八年时间 屡屡获得乐活名探殊荣 夫妻俩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 残年有继续做下去的信念 有时候碰到客人 我们从高雄来 我们从台北来 为了吃你一碗牛肉面 我们就感觉再累也值得 就为了吃你一碗牛肉面 有时候客人会打电话 你们快休息了 我现在还在路上 可不可以等我 都没问题 你从哪里来 我们几个人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车子还在塞车 我等你 其实为了就是 帮人家服务上 人家吃一碗 觉得很满足的那种感觉 我们就很高兴 其实得不得抢 能其次 我们何德何能 在一个市场上 然后就一个小的一个 东山香奖 真的我们刚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一股傻劲 大家都笑我们说 你又没开过店 然后一次就租一个200坪 然后老板那时候也不认同 传统市场如今面临拆迁 面店必须寻找新的场域 父亲俩很有默契的达成共事 选定了货柜屋 仍是以海洋概念为出发 一个货柜就跟一个人一样有故事 他从一个新的货柜 然后到他服役这么多年 然后退役 他也是飘洋过来哪里 都见识过了 到不同国家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货柜 用货柜的来展现 不同的牛肉面风味 又可以跟海上结合 又可以做海事推广 鼓励更多的年轻人 不是来吃牛肉面 我更希望他们 更有更大的勇气 去走到海上去 为我们多增添一些 那个胜利均出来 从分享到创业 皇室夫妻不忘初衷 还将持续朝目标迈进 让自己烹调出的牛肉面 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海洋故事 鼓励更多人勇敢圆梦 用心生活 会有好事发生 稍后来看餐饮门外汉 也从生活获取灵感圆梦 熬皮洞最精华的说 最精华的时间 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只要这一步骤没做好 这锅汤就是毁掉了 因为它会炒灰的 材料是百分之百毁掉的 可是能力是 已经八十也花下去了 这个要很小心 因为它这些骨头切开都很锋利 不注意的时候 一滑就是一刀 这个是锯齿状的 比刀切到来更好 当然其实这些东西我不拔 客人也看不到 对 其实真的要吃 要很内行的人才能吃得出来 今天居然要做了 我们就是把它做到位 每个人都有记忆中的好味道 尤其驴香背景更加思念 索性开店 卖小时候吃的汤包 但是老板是餐饮做人 完全凭影响 妇科老爸做的面食 反可惜没有成功 不过他没放弃 不断地学习 苦撑一年多 亏损六百万 还是继续坚持 因为父亲的一段话 也终于苦尽甘来 还自创新口味应得口碑 来 你好 里面请咯 摇喝声中夹杂相聚共食的热闹 盼随一口一颗小龙汤包 不论是蘸酱吃或品尝原汁原味 风味皆各有异趣 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说 老板你们的这个汤汁来源是怎么来的 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我是现熬的 戳破面皮 像玉汤汁迫切地找寻出口 小龙汤包的灵魂 就是由这一颗颗 晶莹剔透的皮洞融化而来 即便坊间有现成可买 俗庆中依然坚持 传统手工现熬 熬皮洞最精华的说 最精华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整锅乳白色充满胶质的高汤 冷冻凝固后成为皮洞 俗庆中每周都要熬一次 你只要这一步骤没做好 这锅汤就是毁掉了 因为它会炒灰的 然后材料是百分之百毁掉的 可是能力是已经八十也花下去了 完成度将近八成 却往往一个不注意就前功尽弃 熬皮洞耗时费工 不算前置洗趟作业 光是熬制就得花上十个钟头 一般的猪皮很厚 那为什么我的猪皮会比较薄 是因为我不要它上面的油脂 因为油脂太多是吃起来不健康的 我只要它的胶脂 一直以来都会把那个油刮干净 一大盆猪皮加上三只老母鸡 以及数十斤的鸡脚 成本比起买现成皮洞 一斤就要多出三到四倍 我以前的做法是完全都是猪皮 那我把它缩成一倍 换成鸡脚 可是鸡脚比猪皮还贵 可是做出来的好处是 鸡脚有鸡香 那这个过程也是也是试了很多次 就是一直熬一直丢 一直熬一直丢 因为失败了就包不进去了 然后结果后来这样熬出来 我就觉得 花这些钱是值得的 那成本增加是没有关系 这样我们客人吃到会觉得说 我们有在进步 以前一支买700 600 买到现在一支大概都要1000了 物价越涨越高 用料仍坚持初衷不改变 俗庆中12年前开业 原本只是接默默无闻巷子内的小店 现在却成了台北人气名店 不少挑嘴老饕都是常客 除了食材下重本 手法更是一点都不马虎 穿烫也不能急 不能热水就直接下去烫 热水烫下去它会收缩 收缩之后 那里面的血水 然后里面的骨髓那些 就会跑不出来 所以我们在穿烫这个唯一的技巧就是 冷水就要下去烫到开 那里面的杂质才会完全释放 运用热胀冷缩原理 让脑轮腥味无所遁形 烫完后再以活水冲洗 酥庆中的前置作业流程 颠覆一般先洗后烫的处理程序 烫完之后上面就会有很多的杂质产生 那这个时候杂质你就要洗掉 它才不会你再下去熬汤的时候 杂质在表面上又浮出来了 那就白做工了 对 汤就会变得很浑浊 猪皮一片片洗 用力将杂质搓掉 即便细节微小到几乎是吃不出来 酥庆中依然不跳过任何影响步骤 然后洗漆就比较麻烦 而且拔这个要很小心 因为它这些骨头切开都很锋利 不注意的时候一滑就是一刀 对 这个是锯子状的比刀切到哪一个 自己拿着三秒胶点一点 然后包起来就继续再弄 即便冒着受伤风险 酥庆中也容不下一丝苟且 今天居然要做了我们就是把它做到位 对 要不然其实这些东西我不拔 客人也看不到 对 其实真的要吃 要很内行的人才能吃得出来 应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做到好 对 因为我相信台湾的做餐饮业的人 几乎大概都是有良心的 秉持良心而做 连面粉也选用成本较高的高筋粉心 它的特色是说 它有筋性可是不会筋性这么重 然后吃起来的口感是滑顺的 你居然要做吃的 你去省原物料费 客人不来更没有意义 身为从小住在眷村里的外省二代 父亲拿手的北方面点 就是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然而要将这份滋味用来开店做生意 却不如想象中的容易 就想说应该这个都很简单 我们都会 那结果开了以后才发现说 哦 不 不是这样子的 你做自己吃一两个馒头可以 可是你要做一百个馒头 哇 那个真的就是 那个真的是 就跟做一两颗是不一样的 而且要有卖相 运用巧劲 边折边拽 心中务数一到二十 漂亮收口 当初为了这二十折的完美卖相 俗性中吃了不少苦头 刚开始在包的时候 几乎都是师傅在包 那还求我说 那你还要开汤包店 像我们两点半休息 空班时间 那我们就自己在厨房里面 那那个时候冷气不能开 抽风不能开 因为太浪费电了 对 所以里面是很热的 那我们就是趁休息的时间 我们就自己拿着面团 自己擀自己包 每天就这样包包包包包包包 包到觉得有一定的水准之后 就可以休息了 不服输的信念 让苏清中在最短时间 学会包出漂亮外皮 然而即便如此 左邻右舍的酸眼人语 却不曾少过 每天走过去都会看一下 说这一天应该是会倒 一个晚餐期 可能就只有十个客人 那我的员工那时候就有十五六个 对 所以是很难看的画面 亏损了大概将近快到一年 一年大概四个月 对 那总共大概也亏了大概 应该有大概六百万左右 上百万的亏损 没有击垮苏清中的豆制 反而令它更勤于钻研 半夜还返回厨房 那回来之后你就研究研究研究 就是东摸西摸 东研究西研究 大概回到加多大概三四点过后了 坚持好几个月终于定调味道 还研发出独步同业的创新口味 我想中跟西合并 那罗勒这个东西代表就是西嘛 对不对 鲜柯就是台湾传统味 就是想说试着去把肉馅里面 去拌罗勒 然后口味怎么调整 然后再去把鲜柯包进去试试看 过程中味道调了很多次 就像说我们有时候吃 为什么会是苦的 后来我才有一天发现一个问题 诶 我今天罗勒把它搅碎一点 烂一点 诶 苦味就出来了 解决了罗勒苦味问题 却还有另一项难题 因为鲜柯容易出水的特性 造成包起来难度比较高 只能限量供应 面皮在包的时候 最怕就是碰到水 你只要一碰到水 你就很难缩口 所以失败率很高 技巧就是后来抓到了 就是面从头到尾都要提得高高的 千万不要碰到鲜柯 然后就是一直一直往下压 都不能碰得到任何的水 只要一碰到水 这颗包子就包不起来了 包进罗勒鲜柯的小龙汤包 一炮而红 俗庆中迎来春天 每个人也都跟我讲 我说哇你也在动他一顿 我要说一句话 你看动骨的就是你的 坚持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爸爸的个性也是做什么 他就是要成功 所以我也是坚持做什么要成功 身受上一代观念影响 曾经俏学贪玩的叛逆少年 在父亲过世后 已戏长大 要说爸爸就是 爸爸就是顶天的 对 那我们都过得很潇洒很自在 就是遗憾的就是 没有看到我结婚啊 生小孩啊 没有看到我把他的东西 坚持下来的 让很多人不能说认可 就是说最起码 很多人还蛮愿意来吃 喜欢的 对 从父亲手上传承的老味道 衍生出属于自己的新味道 初情中将来不及静的孝心 都化为每一颗汤包里 代客如亲的用心 亲情是最强忍的动力 少后来看也问了父亲 放弃都市机会回乡接班 我们的冰棒 没有所谓的浓醇香 越传统的冰棒 口味就是越清淡的 没有加任何的所谓的香料香精 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卖 就凭着自己的良心 自己敢吃 就自己敢卖 冰棒就像变魔术一样 变不同的口味 就吃不一样的感觉 就这么简单 就简单吗 其实不简单 下很多的功夫 我觉得很辛苦啦 时代浪潮下 传统鸭鸭鞭很难生存 南庄早期矿业新盛 传统冰店伶俐 现在只剩这一家了 卖冰超过半世纪 坚持不加色素化学原料 只用天然食材 純手工制作非常辛苦 第二代老板人回家接班 因为不舍双亲太勋劳 认为能陪伴着爸妈一起做冰 就是一种幸福 胡锈钢模具一切就位 让鲜艳的洛神花果汁清流而下 灌磨后 依序放入腹18度的冷冻池 要急速炎炎夏日里 清凉又消暑的鸭鸭鸭 冰棒就像变魔术一样 变不同的口味 就吃不一样的感觉 就这么简单 说简单吗 其实不简单 下很多的功夫 我觉得很辛苦啦 模具放入冷冻池的那一刻起 冰棒慢慢结冰 一家两代四个人的心也凝结在一块 齐心协力抓紧关键的黄金五分钟 依序置入400支冰棍 我小三年级就在家里帮忙 因为帮忙有零用钱 就开始就不念书了 接着就传神做第二代 每天从早上六点开始 张国良与太太跟着年过八旬的父母 一起治兵 尽管七月酷暑顶着高温工作 内心却是甘之如疑 我妈妈的那个 亲戚全部都是开兵店 觉得说还不错的 就开下来 一月开的时候是 起先在那个西宴前面那一栋 以前来嫁给他是 庚田有茶园要去采茶 也很辛苦 要晒太阳 有虫咬 像小孩子带到山上去采茶 会给虫咬 来到这里就觉得说 做生意比较好 赚少少的不用晒太阳 没有这么辛苦 早年张锡辉带着太太 在矿业兴盛的南庄卖冰棒 当年的解暑食品选择性不多 因此在盛夏时 能够品尝一只透心凉的吉亚冰 就是当地人的最爱 他们有放假的时候 下山嘛 下山来 晚上街上很漏闹 晚上啊 很多在后街 那时候冰也便宜啦 卖几百块就觉得很多了啦 尽管当时只有一半的冷冻池设备 也没有机器代劳的把冰机 张家两老借着双手 从清晨工作到夜晚 借着一只一只的冰棒 养活一家老小 那是要很节俭哦 节省节省的啊 还要拿一点零用钱给老人家 以前啊 不是像现在赚到自己的 还要拿给老人家 做他们的生活会啊 还有他有出一点本钱给我们啊 卖冰的时候 只要学校开同学会啊 我都会带着冰啊 去请同学吃啦 都过得都很快乐 曾经冰棒卖到风光一时 但接手家业的张国良 内心却有些许无奈 当时如果功课好的时候 我就教书了啊 当医生啊 就是因为我功课不好 所以说 才会有所谓的 传统行业的一个传承 一边调侃自己 偷生传统行业的不得已 实际上则是不舍双亲 多年来的辛苦经营 因为老人家年纪也大了 有时候想想也不要这么累 为什么啊 因为你做那么多 有时候你体力超乎 超乎你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容易生病 有时候我想想说 怎么去做 让他做得少 就可以赚得比较多 然而随着时代再变 传统产业受到冲击 古早味冰棒 已不再是现代人 解暑的唯一选择 因为我们的冰棒 没有所谓的浓醇香 越传统的冰棒 口味就是越清淡了 没有加任何的 所谓的香料香精 所以导致小朋友 不很喜欢吃 你要什么冰 哪一种 你要买枕架还是淋的 淋的 淋的几支 有什么话刚做的 打开传统冰柜 不管是清一色的水果风味 还是怀旧口感 始终依循最原始的方法制作 清冰的话 所谓的就是 逆渗透水加紫外线砂卷 加砂糖 加香蕉油抽取物 就是人家讲的香蕉筋 这个也都是合法的 就是那么样的传统 我觉得清清淡淡的 这样就好了 没有淘喜的浓郁风味 有的则是清淡淳朴 尽管影响卖相及销售 张国良认为 该坚持的还是得坚持下去 传统 不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就是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卖 就凭着自己的良心 自己敢吃 就自己敢卖 在没有乳化剂 与人工香味的年代 靠的是自家田里栽种的水果 每年的十月 十一月份做采摘 采摘完 都把它类似所谓的熬成酱 在整个冷冻库做冰冻 夏天的时候拿出来 溶解打成吃 就直接做成冰棒 像肉筍花自己田里种很多 种很多做凉拌的 做蜜餐的脆脆的好吃 可是也是没有很多人买 真材食料的老口味 借着长时间熬煮而成 尽管第二代目前已驾轻就熟 依旧还是会食物 冰棒有太多种品种 你的时间就要花得越多 像芋头要去买回来削皮去煮 好 那糯米要去洗去熬 可是你在熬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让它焯灰打 就让它那个就是烧焦 一锅烧焦整锅米就是臭的 就不能做冰了 随着矿业停产荣景不再 一度没落的南庄 又靠着观光业东山再起 张家的卖冰生意 也随之起起伏伏 礼拜六礼拜天 一个一天半的时间 我们的冰市卖得空空的 我就看到冰空的会想哭 为什么 因为明天又要再做了 我又开始忙五天半 然后那天一直忙忙忙 每天好像有忙不完的事情 近年来新冠疫情重创饮食业 为处交通不便 传统山城内古早卫兵店 甚至面临了危急存亡之秋 这两年来陆续持续的下滑下滑再下滑 街上整个都没有人 代工人家餐厅也没生意 导致休息大家休息 疫情这三年来就没什么生意了 还有观光也是这样的 越热闹生意人就越多 就分散了 买东西的人钱也是这样分散了 逛一逛逛一逛看到喜欢的去买了 来到我们这边变成最后一站了 不舍双清一辈子手下的冰店就此消失 张国良主动出击 联系各大风景名胜区 制作特色风味冰棒 希望替自家摇摇欲坠的传统产业 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景点跟各个的传统市场 然后评价中心 风景点 然后各个的农场 跟农场做所谓的代工 还有火龙果也可以拿来做成冰棒 所以我们慢慢的就 也变转型 改为所谓的代工厂 面对大环境的变迁 尽管未来的道路充满崎岖 张国良依旧鼓励自己 以平常心面对 现在的传统行业 没有以前来得这么样的好 24小时超商都陆陆续续的开 而且现在也是所谓的少子化 吃冰的人少 而且吃传统冰棒的人更少 所以说导致市场萎缩 两代齐心合力一座一甲子 一家人的生活 从艰辛到小康 从炙热到舒适 张家良老依旧不忘初心 努力经营 当然夏天辛苦热 然后今天要送过 什么的 那时候公共也还会有帮忙送过 父母勤奋不懈的精神 给后辈最大的榜样 也督促着他们守护古早味的决心 只要他们还能够做 就愿意陪着他们做 我们的传统冰棒 就慢慢的 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命运 慢慢的就是 越来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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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自然的淘汰 我觉得这样子就好了 以前有赚到钱 但是曾经也风光过 吃在嘴里 填在心里的古早味给亚冰 张家良代人用心守护 继续让这份朴实简单的透心凉 持续在山城写故事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到EWALK粉丝专页按赞 稍后回来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 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我是李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啦 1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